来来祝可可我们勇敢一点 哈哈哈你们是人吗 哈哈哈真的勇敢 撞头 哇 这么神奇 三二 哦 啥 啥东西 随身听 猫猫 我也要听话诗哦 不然不听话会死 就是给孩子的东西吗 哦 孩子玩这东西 是不是 听听 这 知道了 欣赏着外面迷人的雪景 外面世界 为什么妈妈会遇到这么坏的叔叔 抢走了妈妈光影设计的好点子 还利用妈妈的想法创作自己的作品 还要把我们关在这里 不让我们出去 坏叔叔今天又不打妈妈了 之前每次都说是最后一次了 结果 你一次一次又一次 但这次已经过了三天了 妈妈 怎么还不回来呀 妈妈 我太想你了 所以给梦文娃娃娃娃穿上了你最喜欢的那条白裙子 没想到 她看到了之后吓了一大跳 真减气 以后 可以继续这样吓她 这世界上的生意最美丽 所以是这个男的偷了这个女的 女孩的 这个女的创意 对 对 这女的 光影的运用什么这种东西之类的 然后把她关在这儿 还揍她 这女的呢 还有个孩子 一个女的抱着一个孩子 这孩子是画家的吗 这孩子叫她叔叔 就扑她吧 那孩子最后说我给她穿上什么最喜欢的衣服 然后吓到她了 给梦文娃娃穿上了你最喜欢的那条白裙子 没想到她看到了之后吓了一大跳 因为她应该是就是给那女的杀了之后 她就做贼心虚 然后看上这个精神失常 怪叔叔今天又打妈妈了 但这次已经过了三天了 妈妈 怎么还不回来呀 这个男的把这个女的杀了 然后把她藏在这里边 他说以后可以经常这样 自己上下 他也就意味着 其实他长大之后是可以报复这个人的 对不对 以后可以继续给了钱的 小孩子给他给弄了 他小那小朋友 估计都不太俩 还是在当时那个年纪应该 才几岁 不太具备这个 不太具备这个能力我觉得 说不好 不需要他自己亲手的动手杀人 他只需要挪一个床 只需要挪个床而已 八妹是不是就是这个孩子 十五年前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八妹 对 我也觉得有可能是八妹 八妹就是来调查他妈妈的事 对 博士 八妹是应该是找破解这个案件的 我就是为了调查那画家的死亡真相 没有什么对你不外好意的意思 他的来的目的是要找到十五年前 这个画家死亡的原因 因为他要火 对 因为他需要工作 我觉得有可能是今天咱们遇到的那几个人 其中之一 一会儿我们下去 问问他们多大 哎稍等稍等 来来来黄安门 他有一浏览器 浏览器 浏览器刚没打开呢 历史记录 在今年的五月份 他什么去市民便利店内网 个人中心登陆 恶魔 恶魔第一次买是零七年 一直买到最后 就他那一个人的名字是 一直在买 一直连着的 对 就是在他在这个画家死了之后 还是有人买 用这个账号 对有人用他这个 哎我我们要拿那个灯照一照吗 要啊那又得回去 走吧 我们再回去吧 Let's go 您请 老刘请 您您先请 我不着急 李游有人等着你们 来来 猪可可我们勇敢一点 你们是人吗 真的勇敢 撞头 老白你睡一会吧 好 好 一会儿我们叫你 我觉得我得陪我哥 因为他自己睡觉害怕 对我的错 说我自己睡觉害怕 你需要我陪着你 就看一眼就能确定一下这个 有吗 这是那个从里头拿出来的吗 他呀 我不是啊 你不用照这个 我觉得是氧气 他应该是把他氧气换了 那氧气呢 氧气拿着吧 来我看看氧气这个 BKQ 005 专有不呼气的药瓶 BKQ 005 这就是零七年的一瓶 是不是 对 所以他被人换了 所以他才会就是才会跳楼 睡前适度吸氧可以放松 BKQ 005 所以只能说明就是这个应该是他身边人给他换的 而且得知道他有这个夜邮症的这个病 是 他就会有这个 我说一一一一见 喂 又又 他在调查怎么样 就刚刚那四个人 我已经想办法他们清醒了 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来物业监控室问的 好 我们组织去吧 好的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了 我们现在调查的基本上已经有一些没目榴 好嘞 有没目就行 那我在物业监控室等你们 好 今天是2022年7月16号 对 经过我们昨天的调查 发现我们所有人 就是我们六个人 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跳楼自杀 将死之人 奇言也善 我们都是要死的人了 还管这么多干嘛 那我们现在不是应该去及时行乐吗 太久 十九龙虾 然后我们也调查到了一个人叫巴妹 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自杀 并且他自杀的日期就是今天 七月十六号 对 男儿 他确实死了 对 我们没有拦住他 今天表面看起来只有巴妹的死 但其实今天有三个案子 很早之前的男患家的案子 他老婆的尸体 还有一个巴妹的尸体 其实还有 还有一个事 我觉得咱们得问清楚的是 有没有可能他们 那这三个人里边有是那个孩子的 妈妈 我太想你了 这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啊 喂 那个小孩是男孩女孩 你看不出来 就脸没有脸 而且这个到底是不是男画家的孩子 是不是男画家和这个女的孩子 也不好说 也不一定 对吧 不是 是男孩吧 反正一点挺多的 嫌疑人来嘞 还有喊 改喊堂子了 今天人确实有点多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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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爽了 老朋友了 嗨 悠悠 嗨 嗨 这回复兴剧了 我恢复本性了 因为剧家没了 你今天怎么想着画这么一个床 因为这个蓝色代表忧郁 今天就是忧郁的蓝 我因为你特地选的是 真国立的那个蓝色呢 谢谢 谢谢 那你一死奥利奥不是蓝色吗 哦 好巧啊 你找到了幸运蓝 你们怎么会同时都出现在书店里 在那干嘛呢 你这是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 他这还有个相机 我这里 我这里要拿独家证据 哦 哇 居然有人第一次录我们呀 哎 不可以 不可以 这里不可以拍照啊 安保大哥这会儿派上你用场了 对啊 给他没收了给他 为什么要戴手套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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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上他为了敬礼 对不起 天不得拿是吧 暂且不行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也第一次来当保安 好 你们四个来书店你干啥 你们昨天晚上经历了什么呀 为什么今天咱儿起来都倒在地上 给晕倒了呀